入座前,我们需要调整三个方面 一,调整声的要点 第二,调整口或者语的要点 第三,调整意或心的要点 第一,声的要点 譬如支那七支座 双脚金刚瑜伽座或者半家伏座 身体自然放松的状态下端座 手节定印肚脐下四指丹田处 双臂展开,背部自然放松 头部稍微前傾 眼睛往下垂势 鼻尖 舌底上额 自然呼吸 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要放松 不要紧张 因为一紧张 心就不能静下来 身正直 脉就可以正直 脉正直 心就正直 心正直 就是心里面没有太多的杂念 宇之要点 排气的时候要观想 从无始以来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造的这些坠叶 都变成黑色的气体 通过呼吸 和观想 来清理我们的垃圾情绪 最重要的是 观想 从无始以来 各种各样的烦恼 负面情绪 都变成黑色气体 从鼻孔排出 左鼻孔排浊气三次 观想黑色气体排出 首先 从左边的鼻孔排浊气 左手要做金刚拳 就是拇指压住无名指的指根 然后其他四个手指 放在拇指上 握成拳头 金刚拳做好以后 就放在左边的大腿根上的动脉 压住它 右手也同样要做一个金刚拳 再将食指或中指伸出来 压住右边的鼻孔后 从左边的鼻孔排气 然后右边的鼻孔排浊气三次 观想黑色气体排出 右手 右手做金刚拳 放在右边的大腿根的动脉上 压住它 压住它 而左边也同样做金刚拳 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出来 压住左边的鼻孔后 从右边的鼻孔排浊气 然后 左右鼻孔同时排浊气三次 观想黑色气体排出 左右手 左右手 左右手同时以金刚拳 按住左右大腿根的动脉上 然后 左右两个鼻孔同时排浊气 三次 三次 然后观想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纯洁 清净 就像一个被洗得干干净净 内外透明 没有任何污垢的玻璃瓶 第三 心意之要点 第一 发菩提心 我为什么念佛打坐 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解脱 首先我自己要成佛 要解脱 才能够度众生 因此 我现在要开始实际行动 念佛打坐 通过修行 早日成佛 往生极乐 第二 其请上师 在自己的头顶上 一走出的空中 观想一朵白色莲花 花瓣都是白色的 花蕊是葬红色的 在莲花上 狮子做的垫子上 观想根本上师面朝自己 现在对上师怀着感恩戴德之心 前程向上师激请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总集 根本上师如意宝 请您一定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修持阿弥陀佛修法 能够圆满成功 愿上师 您的心相续中的阿弥陀佛修法境界 也在我的心相续中生起来 让我于一座间迅速升起 一座间迅速 感谢观看